嘿喲 聊四季 天天的不鮮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伯根獵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超級隨機喔 好久沒有看到超級隨機了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者的文明 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單位有這個王家四重 可以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而且農田的耕種效率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斯拉夫人的工程器也是特便宜的 所以後期的主要打法是 以步兵為主 工程器為輔 騎兵為輔的打法 當然你要以騎兵路線也可以喔 但是斯拉夫人沒有遊俠的關係 如果要走騎兵路線的話 一定要多利用自己的銀罐技術喔 這個螺絲堡壘 大量生產城堡之後再產出貴族鐵鞋 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 產出大量大落馬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喔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伯根獵人 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可以提醒一個 時代升級經濟科技 而且並且擁有折扣的效果 黑暗時代可以點下一級農一級木 那風紀時代二級農二級木 就可以立刻點下喔 那伯根地人呢 他的騎兵也是特別容易成為遊俠的文明喔 這個馬舊科技喔 半價喔非常便宜 城堡時代還可以研發重裝騎士 一到地龍時代遊俠可以立即研發喔 那伯根地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這個革命流喔 西帝國呢唯一可以把村民變成軍事單位的文明喔 就只有伯根地人喔 非常強大 如果不含西貝亞的話 轉換單位的情況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地圖喔 那地圖的部分呢 左邊有五個聖物喔 哇這個超級隨意 往往都有驚喜啊 這個驚喜蠻特別的 左邊五聖物 右邊三個聖物這樣子 哇這張地圖聖物很多喔 如果是立陶宛的話會很開心喔 還有阿茲特克 那這張地圖很奇怪喔 所有的冶金都在左邊這個區域 全世界的黃金都在這了 這個大祕寶在這 那自己的小礦呢 副礦都在後面這裡 史拉夫也是 那右邊這塊區域呢 就只有三個聖物 跟一撮石頭 兩撮三撮 所以這張地圖打起來應該是蠻有趣的 誰空到左邊喔 誰就發大財 好 好 這邊看到了 博恩帝人 這邊是點下了一級織布技術 然後術生封建時代 這邊有個細節喔 這邊待會有一百肉的時候 就會點伐木技術喔 那有其他的打法開局 是博恩帝人先點一級伐木 再去點封建時代的打法 那有人會說 那是不是要先點一級伐木 一定是比較有優勢的呢 那個有點看情況喔 如果你是要打個極速封建的話 就一定要先去點封建時代喔 再去點一級伐木 那之前有群組的觀眾 有詢問過我這個問題喔 大致上是這種感覺喔 所以沒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一定是利國就一定只能這樣打 並沒有喔 這個遊戲是RTS遊戲 可塑性是很高的 好那接下來看到 欸 斯拉夫人這次打棒棒開局 棒棒開局的話 對斯拉夫人來說壓力也是比較小的 本身就有一些特殊能力在喔 但對於前期的一些進攻來說 影響面不大 並不會因為他有免費的這個 攻擊科技喔 就去打這個步兵喔 並不會 因為攻擊科技其實蠻便宜的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是兩棒棒Solo 然後抓回要轉這個肉碼 好 這邊不過地人急速上風 但是缺木 連這個馬舟的木頭也還站不到 所以先按個槍兵防守喔 待會馬舟可以補在這裡 可以補這個位置還不錯 或是這裡也可以 好 用肉碼去沾取一點時間 三隻棒棒過來 看一下這邊的細節操作 好 棒棒看起來做不到事情 好 這邊居然還偷舔二級伐木 卡套這邊 遇到敵人的棒棒還是不及不許啊 居然還可以這樣搞啊 好 這裡沒按碼就 三隻棒棒出來 四隻斯拉夫挖金礦 按棒棒越來越多 這裡可能是要打裝甲囉 稍微升級一個裝甲 塔套會毀天滅地 這邊一定要轉弓兵啊 不能轉肉碼 好 射線長 這裡一定要轉弓兵 弓兵轉起來 好 這邊在你金礦 待會要先控住 後面還有一塊黃金喔 是還好 這塊黃金 好 直接到後面挖金 看到了 拿著十字稿村民 往前衝了 好這邊裝甲步兵數量非常多 四隻裝甲 然後後面轉弓兵 而拿到他非常的黃金兵種 封建時代能出的黃金兵 他全都出了 棒棒配上弓兵單位 好 弓兵開始射擊 好 好 那 博棍地 這邊是轉弓兵 然後按了一隻毛兵 你能暫時斷金喔 讓你的射箭場 會繼續運作的話 最好的方式就是按點毛兵 待會對方弓兵過來 也會比較有效的反制喔 在這個封建時代初期喔 盡量不要讓你的射箭場 有這個停滯生產的問題 因為對方已經有這麼大量的步兵情況下 你一直去按工兵喔 或是毛兵喔 都不會太虧喔 會有效克制對方的一個入侵喔 所謂的軍備還是要做好 好 這邊工兵要先去收後面的毛兵 欸工兵 欸這工兵又點到 第一時間看到中甲步兵還是先往後拉 好後面中甲步兵過來 來 好點了一下 這裡圍一下 可以圍 前期打得蠻穩的 Sahara這邊是先點了一級工兵鎧甲 好這邊要貼近頭毛 沒貼到 再一發 再一發會危險 剛剛往後拉 好這裡測一下 這裡對方的毛兵也過來了 而且有肉麻 這裡要測 工兵數量一定要保存起來 OK打到這邊打得還不錯 這裡要趕快圍死 這裡還有個洞 一級射還有五秒 有一級射的話 就會好打很多 好這裡圍 哇這個關本的獸 我的天 這隻說明 撤退的時候還順便蓋個城門 這個職業選手的手術 都覺得我跟他玩的遊戲是不一樣的遊戲啊 他們怎麼手術都可以這麼快啊 瞬間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好那這裡毛兵三隻 哎呀被射擊回去了 現在工兵數量越來越多了喔 五隻工兵 但Hera這邊是停工兵了 有可能是想要來轉這個城堡 好帥啊 火神典黃金 待會下一個四級喔 也可以做奶脈 好這裡工兵數量不夠 Hera直接壓制塔套這邊所有的工兵單位 而且裝甲步兵還在喔 好直接用聰明去扁一下 裝甲 但是五隻工兵射聰明的血量掉了實在很快 不太敢繼續打 好這裡有少量的聰明箱被打了有點麻煩 一隻聰明應該是逃不掉了 OK省失一隻 第二隻 第一防止逃生 人命比防止重要啊 OK 看起來史拉夫人是拿到了一些優勢了 好打到這邊損失了一村 但是由於自己有經濟加成喔 一級農田跟二級伐木 現在以資源量來說的話應該不會太輸喔 但是還是會稍微落後 因為這邊會有拉村的問題 好這兩邊的經濟基本上是持平狀態 好那HERA這邊 思源已經可以點到城堡時代了 卡到這邊資源量明顯不夠 明顯不夠 因為這邊多點了一些科技喔 光二農跟一級 光一級農跟二級伐木 這個資源量就是差了幾百 好那HERA這邊是點到了 這個城堡時代 現在毛兵過來稍微救一下 光一級時代應該就到這裡結束了 好圖一個市集 這裡要去挖金礦嗎 還是要繼續伐木 你們看一下要不要把正面為死 這個就是正面 那後面的話是有點空曠的 那這張地圖有點像市集喔 因為市集的話中間也是大量的墓區了 然後角落會有這個市集喔 但他這邊超級隨機 是沒有給到市集 好這裡毛兵繼續走 好城堡時代點下 哇靠 HERA這邊是打一個常見兵開局城堡時代嗎 有看到這一波 這波很關鍵 這有可能 可以把塔套壓在地上打 因為 現在塔套還沒有補馬就 這裡至少趕快補第二個射箭場 好 好斯拉夫人轉了一隻騎士 來擋下弓兵 這隻弓兵要先趕快打弓箭手 弓箭手打完就可以無雙 想打誰就打誰 好這個射箭場會被打掉了 好 那塔套這邊的選擇不多 轉騎士的話還是比較穩定的打法 經濟配置現在也比較適合打 騎士 打工兵的話 木頭會稍微不夠 而且 博文地人城堡時代有洞裝騎士 打騎士還是優秀一點 好等一下時間 常見兵繼續砍過來 咦這裡面要直接上 打得好穩定啊 是我的話我就會想要直接衝進去TC裡面 砍個一波然後走過去 然後砍後面的城鎮中心村民 呵呵呵 來高手們的想法 不過我們都不太一樣 好這邊騎士兩隻出來 來了 常見兵要開砍了 但TC也蓋好趕快收村 好死了一村還行 還可以接受 雙TC用這個 箭矢逼退了回去 只死了一隻常見兵啊 好兩隻重裝騎士 但騎士數量還是要慢慢堆疊 農田待會這邊好再復根一下 之後會缺弱 現在雙TC要維持 然後重裝騎士要繼續按 相當困難 好三馬就慢慢按 感覺馬就有點粗多了 就是要在城鎮上暴兵起來 最好的方法也是三馬就 跟打馬共一樣 三射箭場 好這邊沒有肉 所以沒有辦法去按騎士 先按個山旅吧 黃金士有蠻多的 這邊雙TC一樣肉不能斷 農田要出去撒 好這邊重裝騎士過來 看一下加在幹嘛 加在這邊伐木 上面的話有沒有開TC呢 這邊先繞個一圈 看有開多少TC 就可以判斷了 對手 這裡是要打強軍師 還是要打開農 一個TC都沒有 那自己家裡就要小心了 先雙TC開農 然後趕快去撒農田 先苟住這一波前壓 或是趕快開TC 去做防守也OK了 或是挖石頭 那這裡也是要取決於對手的兵量 跟這個打法策略 那對方完全沒有蓋工程器製造所 就是有點給伯冠地人 一些小小的 沒有那麼多有壓力的感覺 應該 Hera要在前面補於工程器製造所 這樣可以維持住自己的進攻力道 那這邊只是單TC 然後爆步兵單位 好像沒有到那麼的有壓力啊 就是外面的房子一直被打掉而已 給到的經濟壓力真的是偏小 好 這邊僧侶要小心工兵 這邊騎士要先把 工兵抓掉一些數量 好 這邊拉回 然後用僧侶招翔 中兵過來想要殺僧侶 僧侶往後拉 應該沒機會 其實就上去搶個幾刀 OK 細節都有拉滿 好 右邊騎士回來了 去做偵查的做不到任何事情 因為斯拉夫家裡有兩隻僧侶啊 所以再繼續騷擾 很有可能被招翔 不如回家打正面 那斯拉夫人家裡兩隻僧侶 還有20%移動速度加成 好 這裡點下了神聖思想 好 繼續招 招一下 好 神聖思想點一下 三綠血量來到了445第一選 好 左邊騎士 繼續打正面 好 黑拉這邊 終於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終於想到了 啊 我工程器很便宜 趕快出一下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AZ 好 這邊點下了救贖思想 火炮這邊串燒一下 完蛋了 這邊只要硬上了 手撕TC 覺得你的騎士都在我家 這邊常見兵 最好就是要衝一波 哇 直接出衝車啊 還不是同時車 後方的TC佔三全 但是前方的TC應該是不保了 好 繼續往後拉 好 損失掉了第一個出死 城鎮中心 怎麼辦啊 這邊騎士 沒有要回救 不想跟你打正面 想要打多謝 村民找個機會去扁充車 但是常見兵來了 村民要趕快退 家裡沒有攻兵 打起來好痛苦啊 這裡奴炮繼續按 一隻按一隻按一隻按 好 勝旅再出來 CD好了 趕快著想 打消耗戰 殺富人村民處 目前還是落後 56村 對上70村 不過地人 還是村民上的優勢 但是TC少了一個 但是村民上又現在被砍了 不怕現在數量慢慢變多 哇 直接點掉一台 哇 看起來很難打 衝車這裡也解掉了 右邊再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一波常見兵壓制 做到的事情還蠻多的喔 拆了一個城鎮中心 而且還換到了這麼多的村民 這一波不虧 好 後面騎士 一直想要突破 有沒有機會呢 突破了 衝進來 哇 這一波進來 讓HERA好像有點爆炸 這裡趕快第一方之跑 左邊這三隻騎士還在混 哎呀 出事了出事了 家裡大BBQ 好 那家裡終於守住了 整個農田 找個機會復更 重新加個TC 那塔塔這邊呢 要趕快就去爆騎士喔 好 這一波抓到斯拉夫這裡 大量村民喔 這裡57村對53村 村民處有稍微拉平一點點 塔塔本來這邊是70村喔 這樣知道了 53村喔 還是損失蠻多村民的 哇 這裡還有幾隻工兵 還在打 好 這隻騎士 要過去解一下呢 好 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這樣三個金礦區喔 就確保起來 這個金已經快要吃完了 那主要的主金待會 再回去蓋城堡防守一下 那這塊地圖呢 是沒有附金的喔 這個野金喔 野金都在最左邊這個位置 這裡就會很尷尬喔 好 這邊就去串 好 這邊就去串 床劍兵開打 好 這邊騎士 欸 欸 直接串掉兩隻 被卡住了 OK 直接轉完5TC 哇靠 超級濃 好 這邊聖旅被招搶了 招搶了 立石騎士 騎士瞬間收掉 騎士繼續繞 這裡把自己圍起來 但是後面有槍兵不能打 好 看起來兩邊是稍微回農一下 農田全部拿回來 石頭趕快挖 待會要補一些村民到石頭這裡 然後這裡應該要趕快蓋一根城堡 好 這裡有救贖思想 可以著想工程性 製造索 好 直接自滴 不給對手 這四級呢 也要滴嗎 四級就給人家了吧 反正四級不能產 貓衣車隊跟你貓衣阿 好 給了給了 好啦 想說好啦 這就給你 好 這個方式也慢慢拆掉 斯拉夫人慢慢重新集結 右邊這個石礦有找到喔 唉唷 右邊的礦區 讓斯拉夫人找到很賺喔 這樣螺絲堡壘喔 就會蓋得很多 好 僧侶直接砍掉 哇 清奇兵力大功 解決掉麻煩僧侶了 這邊騎士殘血也沒有辦法 很好的拉滿血量喔 還是要再補一些生女補血呢 卡超這邊騎士隊 血量不多 十隻騎士 好 斯拉夫人也點下了 騎兵科技 品種跟耕種技術二級攻 波紋地人這邊挖石技術也點了 快量產一下石頭 這一波打下去 自己騎士殘龍被戳光 斯拉夫這邊重裝騎士實在太多 但是解決掉了後方的生女 好 這邊石頭人來到了 十四個人挖石 趕快爆挖 挖起來 這裡石頭千萬不能停阿 要開農就要挖石頭 不然就是要繼續產兵阿 絕對不能怠慢自己的防守 對方斯拉夫人農民處來到了 一百一十三 波紋地是一百一十一 左邊的四隻騎士殺了過來 完蛋 左邊沒有兵可以防守 只用村民開扁 好 結果先壓寶的是斯拉夫 斯拉夫這邊直接壓在臉上 沒問題 趕快拉村民來蓋 現在斯拉夫這邊是 已經蓋到了快二十% 但後面村民想要 後面其實想要從後面來 但這邊城堡就不能蓋 這個可能要取消 這個不取消會出事 走了走了 HERA HERA走了 後面安全就走了 這別蓋這別蓋 村民死了一隻 第二隻 第三隻 哇這個太不人道啦 直接把村民關在裡面 特殊play OK 好 這邊剩到地獄時代 兩邊幾乎是同時點下 差幾秒鐘而已 好 但是塔少這邊還是起兵的優勢 可以再去在敵方家裡漏 好 這邊繼續想要壓制對手喔 地圖上的資源 目前沒有想法 左邊那麼多生物沒有被剪了 十之八九就是沒有偵查到 我們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視角 她視角應該挺精彩的 哈哈哈哈 剛好全部沒有看到 好 那看到左邊的黃金之源是塔套 喔 這裡原來有野金 但是阿富人也一起被帶了過去 看到了 看到了 原來這裡有聖物啊 也有黃金啊 什麼都有啊 好 這裡有根城堡 然後起兵在這邊鬧 這邊做一下偵查 好 這邊起兵很多 右邊這個礦區 好 還在看 好 光帝點下了二級馬凱 這邊要速升遊俠有點困難喔 這邊肉馬按太多隻 如果不按肉馬的話 應該是可以存點資源點遊俠 好 我們把這個視野調回來 好 兩邊都終意識到 左邊有大量礦產 如果能偷偷鬼碎過去的話 脫鉤花黃金可能蠻舒服的 但是被抓爆機率很高 然後 黑軟金全部都在瀕臨城下了 這個情況啊 就趕快升到第五世代 轉出化學 然後火槍喔 摩格丁人的火槍跟火砲 傷害力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 一定要趕快去補一下 不然就是要趕快補攻擊力 跟撲兵鎧獎 待會對方敢打OE一波 我就敢轉革命一波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好 這邊直接圍死 反應很快 起兵來 我就圍 沒有不進來 但這裡有洞喔 完了 本來是從城堡中間的洞進來 因為這邊看到塔套這邊換家 所以 Hera這邊一定要跟著換 你換我家 我也換你家 合理 哇 這一波看誰會受傷比較臨重 看起來塔套家裡是不太舒服的 OK 升到帝王時代 馬上點下化學 右邊的騎士趕快回來救一下 家裡的村民被燒得有點慘啊 Hera家裡也是有點麻煩 但是好像快要守下了 剩下少量騎士了 哇 這邊村民術一直倒一直倒 新騎兵的殺敵效率還是不錯的 五刀一隻村民 最後家裡的問題 用槍兵給解決了 好 化學補下 然後射箭牆呢 射箭牆要不要趕快 現在補下射箭牆的數量 好像只有一個射箭牆 這裡只有一個射箭牆 哇 現在資源量也很緊繃 工程器製造所 按火炮已經是極限了嗎 欸 是哪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在按 前面這一個 OK 沒有資源 待會要再補一個火炮 雙火炮 解這群頭司機 還是很好用的 好 黑瓦這邊終於點下來疾病的升級 拉回大槍槍 就能出來做事了 火炮這邊開始開炮 進攻後方 直接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第二台有機會嗎 趕快修 好 巨型頭司機 想要砸火炮 還是要砸城堡 欸 這個是沒有點到的意思嗎 OK 等一下一位移一下 小心一下巨型頭司機的石頭 好 終於解掉 右邊城堡可能要被蓋起來了 這裡要趕快撤了 好 但家裡這一波又在做騷擾 但是直接撞在了疾病身上 塔套這邊的黃金已經快要歸零 但是這裡有伯恩地葡萄園的關係 農田裡還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但他好像沒有點 沒有資源可以點 黃金掉的有點快 一直在修理這個巨型頭司機 但好消息是喔 塔套守住了這一波的工程喔 敵方的巨型頭司機 也是一台一台慢慢被打掉 火炮部分 雖然被巨型頭司機收掉了一台 但又重新造了一台新的出來 新的一門火炮啊 準備蓄勢待發 這個... 4級 大概被戳破後面就危險了 當然塔套這裡也沒有足夠的石頭 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欸 當然已經有看到這裡有很多四人物喔 好 火槍兵中了登場 火槍兵17加4 穩定的輸出 好 火槍兵也補下槍兵升級 對方都輸出這麼多落馬 受不了 AERA這邊會升級大落馬 黃金量很多 好 這邊落馬 解掉 右邊的... 槍兵數量有點小小的多囉 這裡危險了 這裡危險 往後拉 槍兵錯一下 火炮往後拉 OK 右邊的巨盡頭司機 已經採取了這一棟城鎮中心了 再一發裡面的村民就要全部被打出來 欸 這把沒有打到 剛剛是打到村民是不是 修一下 裡面的村民出來修了一下 但是效果並不是明顯 史拉夫人這邊點下大落馬 還有三級步兵鎧甲二級馬鎧 還有三級步兵鎧甲二級馬鎧 好 這邊村民術還是下降的有點嚴重 不過地人只剩下一百農 好 這邊村民術一百四十一村 對上一百村 這邊槍兵開始慢慢按出來 開始進入手勢狀態 這邊騎士太貴了 現在轉火槍配槍兵 是一個不錯的打法 那現在擁有黃金礦的是Hera Hera這邊能把左洛的黃金控制住的話 應該再打下去消耗戰 塔塔可能就要打出GG了 好 這火槍兵 小心要被包 往後拉一下 甩槍 再甩槍 收城堡要不要 不收城堡 往右走 好 只靠走欸 點到這些弱馬 右邊有一坨騎士 再次嘗試發動進攻 好 左邊槍兵有點打不太贏 人家斯拉夫可是步兵王者 傷害 擴散傷害最強文明 是斯拉夫人 欸 結果這邊是Hera自己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柏根地人打到 哇 打到怎麼贏得突然 有點突然啊 欸 這個遊戲 怎麼有點怪怪的 怎麼是黃金多的頭 黃金少的雀眉頭 是因為有這個天正的火炮壓制的關係嗎 Hera這邊覺得出任何工程器 都沒有辦法打贏柏根地人的火炮跟火槍 其實出了這個貴族鐵器 可能也覺得升級 對方會升級大槍兵 所以沒有辦法打得硬 左邊這麼多黃金應該繼續耗下去 還是可以有機會打得硬柏根地人 這個遊戲果然是心態遊戲 對手的分數稍微引你一點點 可能就覺得沒機會 但事實上右邊沒什麼黃金 Hera可能有點誤判情勢 或者是突然臨時有事 所以打出GG也說不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是有四阿富人拿到六萬五的資源 資源贏了快到一萬 大概贏了九千或八千左右的資源量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